这个东西叫固定架 它是拿来修一些 修什么情况呢 我拿个板给你们做个介绍一下 比如说 这里有张5S的板 对不对 CPU斩存被你撬过了 或者被你重新装过了 装过以后它是低温锡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如果你翻过来 这样放着 放在那个卫生纸 或者放在那些其他的相关的架子上面 或者说平台上面的话 就容易把反面的这个CPU斩存弄得虚焊 或者说你是修过背后的基带CPU的 然后你现在要修这一面的时候 你这样放着是吧 就容易把背后的被你修过的地方搞虚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借助这种架子 借助这种架子来把它放在上面 就很安全 就不会把背后你修过的芯片 修过的地方造成虚焊 对不对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架子 它们最大的用处 最大的用处 这个架子用的比较少 用的比较少 很少会用的它 因为其他时候我们一般都在放在纸巾上面用的 放在纸巾上面撬啊 修啊都比较好用是吧 这个架子是临时特殊情况下使用一下的 它呢不太好用 为什么说它不太好用呢 因为它一旦跟板放到一起以后 放到一起以后是吧 它会吸热能力很强 因为它的纯金属的对不对 纯金属的它吸热很快 它吸热很快的话呢 那个修手机的工作人员对风枪的温度把握 就会造成一定的困难 如果说意识大意不小心是吧 就会把主板给修死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吧 不太好用 仅供参考